先不管你现在觉得自己是 依人还是爱人 你真的是相信世界上只有16种性格吗 简单的用星座啊颜色来分类 是很肤浅的 实际上就是你自己限制了自己的前途和前途 大家好我是欣怡 你在认识一位新朋友的时候 如果他问你说你是什么人 你会怎么样回答呢 可能一般的马来西亚人就会说 我是个马来西亚人 或者是我是KL人 不过现在其实你要有心理准备 如果人家问你说你是什么人的时候 很可能他是期待另一种回答方式 就是我是个爱人 还是我是个依人 MVTI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 当中就有16种性格的人 那你是爱人 你是introvert 你就注定是一个色孔 如果你是依人 就是你是extrovert的话 你就注定是一头色牛 不过你真的是相信 世界上只有16种性格吗 你会不会有那种 哎呀测到自己是某种个性的人 可是我又不想这种个性陪我一辈子的感觉 那这本书我真的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它会打破你对性格的种种迷思 让你重新认识什么是性格 也让你自由地塑造性格 性格修正如何突破你的原生性格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 那原生家庭我们常常都听到啦 原生性格还是第一次听啊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Benjamin Hardy 他是美国Clemson University的 组织心理学博士 这本书比较不像是一本专业的心理著作 它更像是一本心理自传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作者本身就是 以他自己实践过的经验 整理出一套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法 来突破自己原生性格 成为理想中的自我 所以先不管你现在觉得 自己是依人还是爱人 你是狮子座还是巨蟹座的性格 你都可以随时改变你的性格 是不是很厉害呢 这本书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跟大家讲如何认识性格 第二部分就是直接分享塑造性格的四种方法 而且今天我们在会员区呢 有加长版 就是你在塑造个性的过程中 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更容易地达到 重塑性格这个目的 OK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性格 其实呢 现在人的生活节奏是很快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有限 我们是比较懒惰去慢慢地观察一个人的了 如果你暗恋一个人 首先我们一定去看对方的星座 看对方的个性适不适合自己 又或者是用星座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比如身边有某个朋友啊 明明就是一个霸道的恐怖情人 我们就会讲 哎呀没有办法啦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狮子座咯 我们很习惯用性格去合理化我们的行为 可是我们真的了解性格这件事吗 所以作者呢 就透过破解大家对性格的误解 让大家来了解什么是性格 其实书里面谈了五个 大家常对性格产生的误解 我就挑了两个 我认为最common的跟大家分享 误解一 性格是以类型作为区分的 你看啊 什么颜色性格啦 星座啦 生肖啦 MBTI等等 可是世界上真的会有4种12种16种个性的人吗 首先作者认为简单的用星座啊颜色来分类 是很肤浅的 讲到这里可能有一些星座鼓入不是很开心 不过作者有他的理由的啦 他认为性格类型分类啊 并没有科学根据 大部分制定这些流行人格测验的人 都没有资格定义人的性格 这是作者讲的有点呛没错 作者认为创造MBTI性格测验的Catherine和Isabel两母女呢 其实他们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心理学或者是心理测验的专业训练 只是凭着个人的经验来发表MBTI 性格并不能用简单的分类来概括的 因为性格会受到文化啊环境等等几千种元素的影响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 一个人的性格也会因此而改变的 所以如果你随便标出自己的个性觉得啊 我很内向啊 所以我不可以做销售啊这样子 那实际上就是你自己限制了自己的前途和前途 谈恋爱也是 如果你觉得你跟你喜欢的人 个性不合就不愿意给两个人相处的机会 你很可能就会错过你一生的自爱的咧 OK 第二个误解 很多人觉得性格是因为过去的经验而造成的 你一定听过这样子的讲法的 就是啊 我前任出轨 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安全感 我小时候被霸凌 所以我现在比较反社会 不过作者认为 性格的形成啊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什么 而是我们未来想要成为什么 这句话很重要啊 所以我决定再重复一次 性格的形成不是因为我们过去经历了什么 而是未来我们想成为什么 过去的经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可以改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这些事情的看法 比如啊 15岁的时候你很讨厌你的基于老师 你很讨厌你的Guru Discipline 你在35岁的时候 那一份讨厌可能会 因为了解为什么老师当初这样做而变成感恩的我 你注意到了吗 你从叛逆到成熟的这个个性上的转变啊 其实是来自于你自己对同一件事的看法 而不是那个经历本身 好了 既然知道性格可以被改变 那应该怎么样改变呢 作者就理出了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转化创伤 其实这个概念你说穿了就是转念啦 就是作者认为为了重塑个性 我们就不可以让过去的经历来决定自己的未来 现在大家可以做一件事啊 如果你觉得需要pause一下可以pause一下 拿出纸和笔 写下过去一段负面或者是创伤的经验 写完之后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是我的错吗 他带给我什么创伤 这个创伤的反面是什么 举个例子啊 我们写下了被出轨的经验之后 我们可以问自己 另一半出轨是我的错吗 这件事带给我的创伤是什么 如果这个创伤是让自己不再去爱 那反过来想 经过这件事之后 我是不是应该更懂得爱了呢 尤其是爱自己 因为爱自己才是你理想中的未来 对不对 不过我当然也觉得 其实一个人的自省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 可以跟你这么close close到一起来 做这件事的伙伴 那效果会更好 毕竟无端端转念这件事 真的不是这么容易做到 OK 第二个步骤 改写你的故事 既然你已经回顾了过去 你知道你理想中 未来的自己应该长什么样子 那现在就是时候行动了 打个比方你用了第一个方法 来回顾过去为什么创业失败 你厘清了这件事 应该是让你在商场上更有经验的 而不是只让自己成为了一个 生意失败的人而已嘛 那转化了这一段生意失败的创伤 你就可以重新创业啦 同样的道理 转化了上一段的感情创伤 你就应该更懂得爱了 第三个步骤 提升潜意识 你在努力追求目标的时候 可以在你的生活中 刻意做一丢丢的小改变 做一些平时可能你不会做的事 去加强你正在改变的潜意识 这可以更深层次的强化 自我对未来的追求 OK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咧 作者给了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断食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因为据说人在过饱的情况之下 大脑是会因为缺氧而停止思考的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吃饱了 很想睡觉 那就是因为大脑缺氧啊 那作者是利用断食的饥饿感 来带来清醒 去强化对自我的认知和肯定 那至于正确的断食方法 大家随便Google就知道的啦 那第二个建议呢 就是做慈善 大家听到做慈善可能觉得 哦我要捐很多钱 其实简单来讲啦 就是用任何的形式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其实我觉得 比如我的那个节目 送你一层 我每次都有这种感觉的 就是以下这种 透过帮助别人 利益别人 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成就感 从帮助人的过程 就是让人觉得快乐的 这个过程里头 带来更坚定的自我认知和肯定 所以你都会发现 我在影片里面 曾经有讲过这句话 就是啊 我真的在做这对的事 我也经常跟我的同事讲 我在拍摄这个节目过程中 都有那种 好 这个内容可能不是最受欢迎的 不过 我每一次拍摄都有觉得 我正在做对的事 所以当你开始增强你的潜意识 让自己深刻的感受到 我正在改变 和我正在做这对的事 这样你就可以驱动自己做出改变了 那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重塑环境 重塑环境呢 就是让所在的环境 跟你的目标一致 那先说啊 改变环境是很难的啊 做到的成功率是非常的少的 那作者呢 其实也只是要求 大家改变环境中的 一小块的部分 改变环境呢 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呢 就是针对目标进行选择性记忆 举个例子 美国有位艺术家 他叫做Whistler 他画过一朵小玫瑰花 那这朵玫瑰花呢 深受其他画家的喜爱 很多收藏家想要高价买下 但他都不卖 因为他认为 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 他总是把这朵小花 这幅花 放在离自己最常看见的地方 提醒自己 我有能力画出这么好的作品 那其实这个就是选择性记忆的一种做法 就是你把你自己认为最美的照片 设为自己的手机桌面 或者是把你得过最高的荣誉 放在你的书桌前 提醒自己 我真的很厉害 我以前可以做到 我未来也有可能再做一次 OK 第二个做法呢 就是使用忽视的策略 作者认为这世界上有很多垃圾 尤其是在网络世界里面 很多低阶消费 或者是非常不好的内容 你根本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去了解 开始减少无意义的看剧 去当一些新闻的吃瓜的观众 明星网红出轨 其实真的不管你的事 当然也可以减少接触跟你不契合的人 简单一点来说 一旦我们决定要塑造自己未来的性格 我们更应该越来越关注素质 而不是数量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的 就是久久来一次整理房间 丢掉很多的垃圾 哇 焕然一新的感觉就是很爽啊 再来就是拿出手机 打开你的Facebook Instagram小红书 在你的朋友圈滑下去 如果你发现有一些网红 每天在讲八卦 真的是非常多毒素的话 你就果断取消关注吧 一天清理 五样你不需要关注的人事物 一周之后你会发现 我的生活少了很多杂音啊 你的专注力会越来越好 你也将会越来越结晶 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而慢慢培养出你要的性格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作者也留下了一句话 拥抱未来 改变过去 记得啊 这里讲的改变过去 不是做时光机会去杀死以前的自己 而是改变你对过去经验的看法 不要再沉迷在过去的故事啊 创伤或辉煌 觉得自己 我是不是不如以前那么快乐了咧 因为无论以前有多快乐 现在和未来都有机会 创造新的快乐和新的自己的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 记得要关注 然后我们每一集的说书 在会员区都有延伸 如果你是使用Apple手机的话 你是可以在Desktop上面进行 加入会员这个部分 这个视频下方有一个Join Button 如果你是使用Android手机的话 直接就可以从手机上来加入我们啦 我们会员区再见 一个很简单 不过很难执行的方法 可是每一次我真的做到的时候 我的那个专注力真的是非常之强的 找到你去找到